填满就可以了 不過呢 這邊看起來好像似乎是不是多了一個 四捨五路是沒有 我看一下是不是四捨五路沒有做完 Round 這有Round的 尾蹭回來 這邊是2啦 所以這邊把它改的1就好了 OK 奇怪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 假如你要第一位的話 那因為我這邊寫可能之前 同學有問改了一下 那如果把它改過之後的話 不過它不會馬上 重整 那怎麼怎麼做 游標再放上去 打個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打個勾 它就重新整理一下 就看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 這個有點快速的複習一下 三個階段 1 原來的公式 這個是我們以前可能會這樣做 但是呢如果你以前這樣做每次都要這樣做 而且 這個可能要想一下 那假設你每天經常性要做一件事的話 你可以用 VBA去取代 那兩種方法 VBA 一個是 按下按鈕 一個是 插入函數 它會自動跳出 標準體重函數 OK兩個方法 我想各位 試試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算是 比較基礎的 比較基礎的部分 那所以請各位 大家了解一下 主要就是說 這個公式是 升高的平方 乘上 乘上22 再除以 所以第一個 當然你如果計算一般性的標準體重的話呢 就是 公式的話呢 就是 我們公 公式部分的話就是 升高 升高的平方 對平方 乘上 22 除以 1萬 那如果有性別的話 那你就是多一個 就是 性別部分的話呢 如果是女生 要加 標準體重的 5% 一般可能這樣 男生 再加 10% 就是 他的range 可能會 不一樣 那 假設我今天 想要把 這樣的邏輯 變成 我們在 Excel裡面 要做出結果來的話 那不外乎也許就三個 三個 步驟啦 一個就是 用公式 一個就是用 VBA VBA又分了兩種 所以 VBA部分的話 特別說 其實在我入門的階段的話 這個VBA的話 其實就分成兩個 一個就是用SUB 一個就是用Function 好 那SUB的話呢 對應也許是一個按鈕 你就按一下它 它也要標準體重 那這個對應的話 就是插入那個 FX 就是插入函數了 那哪一個比較厲害呢 其實我覺得 他重點就是 你如果把一件事 快速解決掉 這樣最厲害的 所以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就是你一般性應用 的 這個 視情況來定 那這些東西 其實 弄久了大概就習慣了 那也許你 我剛打的這些 這個東西 其實說真的 多打幾次之後 你也覺得就熟練了 剛開始不太熟練 沒關係 你可以Ctrl C Ctrl V 至少你要能夠 知道貼到哪裡 所以VBA裡面 記得第一個 你要先在 VBA裡面 先 插入模組 然後 後面的話 就接著做下去 就OK了 基本上 一樣 我也把那個上課的畫面 錄下來 如果說你的程度好 那你就自己 趕快 開始 動手 如果你可能 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沒關係 你先到雲端上 先複製貼上 可以WALK 可以看到結果 那等到你有空檔時間 你再 多花一點時間去 那我強調 像這樣的課程 一定要動手做 像這樣的課程 你說真的 理論部分太多了 房間書籍一堆 我想那個在 重慶南路上面 書店 一堆書 也許你全部看完 也許你也看懂了 但是要叫你做 你可能做不出來 很多人都這樣 我們這門課 當然最主要是希望 教你怎麼做 你說真的 像以前我也是一樣 唸了一堆 但是最後 沒有去動手做 還是不會 還是不知道問題發生在哪裡 還是不知道 我該用在哪個地方上面 等到你真的 動手做之後 你會發現 哇很多地方 原來都可以這樣用 那這有些 解決的方案 都是 我以前在工作上面 實做的心得 那 所以 我很多工作呢 都會盡可能的 利用一些自動化的方法 來解決問題 那好處就是說呢 我的效率絕對比別人 會來的高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所有動作 都不需要再重複的 土法煉綱 很快的就可以往下 去做我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請 我們來做這個 做的事情 做的事